有厂神秘仓库里边 一定藏着秘密 那你的意思是 十天要继续给姚鬼羊吃鸭 我只有一半的图纸 另一半我要知道在哪儿 那个罗马礁的踪迹追到了吗 暂时还没有 马上就有信任 而且这次是大了 虽然我们掌握的证据 都指向姚鬼羊 但是还不够重复 孝枫 撤得多可惜啊 别动 别动 贵阳哥 向枫 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 是你不知道珍惜 我本想着如果你能硬到底 或许我还真能放你吗 贵阳哥 贵阳哥 范园 范园 对 我相信你 都应该很厉害 还有 特别 别担心 你还没收到 那些公司 报告 进来 姚书记 有事啊 我今天去医院看方书记 发现点情况 发现情况 什么意思 我听护士说 方书记的病已经好了 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这算什么情况哪 我还听护士说 方书记在住院期间 召开多次会议 而且参加会议的 都是领导 召开会议 都有哪些领导 我找医生打听了一下 都是公安局的领导 我找医生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是 给我去公安局刘亦成 你要的订单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是不是该给我要的东西了 果然是调查局的 动作就是快 这里面有十根经条 我姚桂阳说话算数 桂阳啊 我最关心的是米格发动机的下半份我通知 桂阳 桂阳的事我会尽快聚办 你等我消息 我跟你十天期限 如果十天之内我再见不到图纸 九州场就会变成一片瓦力 你要炸了九州场 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你自己斟酌吧 等等 你难道不想把图纸拿去换美金吗 美金我当然想要 不过时间有限 你明白吗 拿到图纸之后 我怎么跟你联系 三天 每隔三天 我会给你个电话 走 雨晨 雨晨 案子进展得怎么样啊 一切都还顺利 小海和国华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证据 我们认为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的 你们认为 除了你和小海 国华还有谁啊 方书记住院了 难道也算他一个啊 我问你 张子泉是管工业的副市长 他也这么认为 杨书记 您是不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啊 也没什么不满意的 作为一个革命者 看他是不是忠于党 忠于人民 主要是看他对组织是不是老实 是不是实事求是 这个袋子里面的订单 总值超过三亿 这个袋子里面的订单总值超过三亿 你马上通知佟厂长 就说三方股东要开会决定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进行 这个订单经得住茶吗 我画了二十根经条 你说能经不住茶吗 好吧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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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经理 现在开会 好 我马上通知万老板和领副局长 咱们一个小时后常理会课时间 好 姚书记这次是画了一画 看样子很不高兴 我知道姚书记为什么生气了 看来我该出院了 你知道 今天颜秘书来看过我 一定是他跟姚书记说了什么 颜晓峰 现在你们都看过了 足足有四百台机床 我们今天就要拿出一个决议 我先说说 按我们厂实际的产量 是五天一台 这样从年头到年尾 也就是能生产出八十台机床 这差得太远了吧 你们应该知道 生产能力取决于生产设备 就因为九州厂的设备能力低下 所以才不能完成这么大的订单 但是相反 九州厂的品牌声望很高 就应该在这种关键时刻 扩大规模 引进技术人才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订单 这也符合了平衡投资 而得利的生产规律 林副局长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是一个外行 你们所说的经营 我是一点都不懂 但是你们讨论的重点 我听明白了 扩大规模 提高生产力 我说得对吧 林副局长说得太对了 如果我们能完成 这批机床订单的话 那一定不会少于百分之四十的利润 这可是发展九州厂的大好时机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不是向市里打了贷款报告吗 把这个问题交给市里解决 可现在面临的是签约问题 如果这批订单不能做成的话 那这些订单就会跑掉的 这个 我可以去市里 帮你们协调这件事情 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你们还有一条路 什么路 抵押九州厂 贵阳啊 张叔啊 坐 好好好 那尝尝我刚弃好的陈宁普尔 好 来 请 好茶 贵阳啊 你打电话找我来要谈什么事 张叔啊 我把九州厂贷款的事情啊 跟我三叔谈了 他不同意 说实在的啊 贷款的事情他不点头啊 还真的办不成 可是九州厂目前最急需解决的 就这个问题啊 刚才万山跟我通了电话 他说三方股东正在开会 讨论订单的事呢 订单 有多少啊 四百台机床啊 要是不马上解决贷款的事 这些订单全都没了 张叔啊 九州厂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腾飞 临江市的经济 能不能迈上一个大台阶 现在可到了 您做决定的时候了 贵阳案 你现在啊 也不要将我的军 如果想改变九州厂的命运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按照股份的比例 三方扩大一倍的投资金额 这样呢 九州厂就可以 顺理成章地 向银行申请贷款 您如果想解决资金 就只有采用这个办法 张叔啊 您刚说那个办法 具体怎么操作啊 你们三方股东 先做一个扩资报告 我马上给你们批复 然后把资金打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这样一来啊 你们账户上的实际资金 就能够达到六个多亿 九州厂 再以订单预付金抵押的方式 向银行贷款 这样我就可以 不用征得姚书记的同意 直接在你们的报告上批示 贷款的数额大小 取决于你们订单量的多少 张叔啊 我明白了 我会尽快操作这件事情 报告 进来 姚书记 曾莫文同志在传达室 说是给您送请柬 曾莫文 就昨天跟我们一块吃饭那个女孩子 对 你带她到办公室来见我 好的 通账长 这些订单合同还真不少 总价值超过三个亿了 对 这些订单都来自成都 看来他们的需求量还不少呢 这个我也看到了 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 派人去趟成都核实一下 不要出什么问题 林副局长 你是怀疑刘经理 也不是 毕竟资金量很大 我们还是慎重一些好 你说呢 对 对对对 要不 这样 我让财务科的徐副科长 亲自去趟成都 把事情落实清楚 好 那咱们就这么设定了 我先去趟市政府 好 领导 后天下午我们东湖 举办一个游泳比赛 我想邀请您去参加 这是请柬 小子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以后不准接我叫领导 就叫我老姚 因为我们都是朋友了吧 这个我可不敢 原来以为您就是个小领导 谁知道您是市委书记啊 这官 这官也太大了 再大的官 也是老百姓的公仆啊 大家都是平等的 只是工作分工不同吧 我 我给小瑶打过电话了 本来是让她把请柬 给您就可以了 她说她不敢 非得让我过来 我就说这多大点事 那我就过来了 结果一过来 他们就说您是市委书记 我一下就懵了 这哪还敢叫您老姚啊 小泽 你要再不改口叫我老姚 我就不去参加你们的游泳比赛 行 行 老姚 我听你的 这就对了嘛 既然您都答应我参加游泳比赛了 那今天晚上我得请您吃个饭 您看行吗 哪里 您请我去参加游泳比赛 应该我感谢你才对呀 我请你吃饭 不是 这个游泳比赛呀是我筹划的 您能来参加 我真的感到特别荣幸 还是我来请吧 月灵啊 来来来 爸 坐吧 你怎么来了 有事啊 市政府办公室 请我来谈创意应化 我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我来介绍一下 曾沐文在东湖管理处工作 我女儿姚月灵 姚小姐你好 你好 你没要谈事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没事 反正快下班了 一会儿啊 我们一块儿去吃晚饭 对呀 今天我请你爸爸吃饭 咱们一块儿去吧 好呀 小孩啊 来来来来 先喝杯茶 谢谢谢谢 小孩啊 你匆匆忙忙地跑来找我 就是为了贷款的事 是啊 按照九州厂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订单没问题 应该能贷到款吧 这件事情啊 姚书记明确表态了 不行啊 为什么 姚书记认为 九州厂刚刚完成合营 现在马上提出贷款 不合适一样 可是按道理说 如果九州厂不能够贷到款 那它怎么进行再生产再发展 小孩啊 我看这件事情还真是急不得的 你还是抓紧时间查案吧 张市长 我是专案所的副组长 办案肯定是第一位的 了解九州厂的贷款情况 也是我破案的一部分 爸 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呀 本来说好去外边吃饭的 突然说想吃自己包的饺子 正回来又盘馅又和面的 麻烦死了 这你都不懂了 在家里吃饭虽然麻烦点 但是吃起来舒服放松 你们先包着啊 我去把水烧上 包得差不多就行了 知道了爸 不会浪费的 嘴头 小文姐 你看我爸总是这么啰嗦 其实你爸呀脾气挺好的 人眼幽默 你不觉得他性格像个大小孩吗 是吗 我可从来没听别人这样说过 叶玲 明天冬会有个游泳比赛 跟你爸爸一块儿来啊 好啊 几点钟 下午三点 小文姐 你明天下午可以早点去公司找我 说有生意跟我谈 这样我就可以溜出去了 你这做的什么工作呀 还得溜出去 小文姐你不知道 我们公司那个王彪 烦死人了 怎么样 好了 水烧开了 我去下饺子去 不不不 我去 我去 不用 我下 你去我那柜子里头 把那瓶法国烘酒拿出来 先打开醒醒 好 小文姐 她等我会啊 去吧 脑子 老婆 我去哪里 去哪里 好 我去哪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我在这儿 是啊 我没事 困了我跟韩琪换班 我在这儿就待一会儿 一会儿我也回宿舍 今天晚上在宿舍睡觉也是值班 对对 咱们宿舍别装买情况 那行了 我们一会儿回去吧 走 林副局长 严秘书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我找您有急事 董事长 这都又挖了两米了 怎么还没到作战事 快了 你要是累了就歇会儿 我来 我没事 你去帮我把水拿来 好 严秘书 这件事情还有谁知道 没人知道 我发现窃听器以后 就直接过来找你了 这枚窃听器是美国货 这说明是敌特分子干的 在市委能够有机会 在姚书记的办公室 安装窃听器的人 应该没几个 你有怀疑对象吗 姚书记的房间 平时除了我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呀 你先别着急 仔细地想一想 在市委除了你以外 还有谁有机会接进办公室 王师傅 来 趁热吃吧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 谁 打扫卫生的王老头 你有什么理由 这个王老头 是聘用的临时工 平时在市委主要负责打扫卫生 和干一些灵活 干了很多年了 只有他有机会 接触姚书记的办公室 这个王老头 我好像也见过 如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聋哑人 是聋哑人 所以办公室觉着他可怜 人又老实 所以把他留在市委 干些杂活 他住在哪里 在市委的临时宿舍 好 带我去会会他 好 走了 就这儿吧 走 走 林副局长 没什么反应啊 你去给我找他汽油来 找汽油 林副局长 你不是想放火吧 我就是想放半火 去 走 走 帮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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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副局长 他能听见声音 颜民叔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姚书记 明白 这样吧 明天我用雷国华来找你一趟 我们要汪老佟所有的资料 包括他的照片 放心吧 办公室都有地 走吧 是不是我到作战室了 应该是 小点声 这尚未离仓库可静 知道了 林副局长 听你那么分析 这个王老头应该不聋也不痒 那应该就是潜伏的敌特分子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样吧 明天啊 你去趟侍卫找一下颜秘书 想办法拿到这个王老头的详细资料 你还记得上回在化工厂我让你查电话的事情吗 记得 当时追查那个电话 就是从市委大院后面街道上 一个烟酒门事部的电话打来的 明天 你带着王老头的照片 去趟这家烟酒门事部 让大家都看看 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这个王老头 八九不离十了 我叔父早就跟你说过 抽丝剥茧才能水落石出 只要你有确凿的证据 这些敌特一个都保不了 合不了了 那儿还有呢 你 大老 这不欺负人呢吗你这是 找到 找到 就是这里 那边就是地下仓库 我现在走吧 弄开它 不行 这儿离仓库很近 而且上面处置警方军 晚上行动 很容易被发现的 咱们改到白点行动 行 听你的 行 听你的 好 还行 二位 需要点水吗 老板 我们是关局的 需要你配合一下 这是我的证件 你看看 这个人有没有在这儿打过电话 请问你要点什么 打个电话 我见过这个人 他来这儿打过电话 那你能不能记清到底是哪一天 还有他打过多少次电话 这我真记不清楚了 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 他也就来打过几次电话 是 老板 为了你的安全呢 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醒 还有 如果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的话 我们会及时通知你了 明白 明白 方元 我说的意思你都明白了 老板的意思是 除掉桥带王明 他现在对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而且还会妨碍到我的事迹 我明白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啊 你不是说他藏身在寺庙里吗 我打听了一下 临江市附近没有香火的寺庙 除了云山寺 娘娘庙 就是三清殿 你马上带人去查 连小的废弃破旧的寺庙也不要放过 你一定要查出来桥太宝的踪迹 我知道了 来 走 喝茶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我先办事 来 你来公司接我 我们去一趟九州厂 喂 好吧 九州厂见 谢谢 立会局长 王老头 真名王昌华 解放后被第一任主任张云 召进来做理事工 一直干到现在 王昌华解放前的大案有没有 没有 不过烟九门师部的老板 既然证明他不是聋哑人 那那个窃听器一定是他 安装在姚书记办公室的 现在证据确凿 和乔太宝联络的一定是他 我们现在可以抓人了 先别着急 我怀疑他不是最后那条大鱼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他可是个大隐患哪 你想一想 现在迪特涌入临江 他们的目标是米格发动机的图纸 图纸没拿到 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林伟局长 你是不是有新计划没告诉我呀 不话 我是专案组的副组长 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 但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你的 这也是保密原则 你应该懂的啊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就听你的命令 再动手 各位 关于九州厂扩资的想法 我刚才说了 你们是怎么看的 姚老板 我认为 你的这个扩资方案是可行的 刘经理 你认为呢 我 如果你们两方股东认为这个方案可以的话 我们公司也没有问题啊 姚老板 我要不要以九州厂的名义 向市政府打一个订单抵押的贷款报告呢 对 要抓紧时间把报告递给张市场 这件事我会亲自去办 姚老板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签约完成后 什么时间打款 打到什么账户上 这样吧 我在银行开个新账户 三方财务公关 咱们的资金全都打到这个账户上 好 就这么定了 放手 方元啊 咱们都跟这儿转了几圈了 他们会不会挪窝啊 是啊方元哥 这角兔还三枯呢 我跟你俩说啊 老板可是交代嘛 必须找到他们的踪迹 那咱们上哪儿找去啊这 我听老板说 有个地方叫关公庙 怎么就没人知道呢 关公庙 我知道啊 就在一个山沃子里 不过呀 咱这车可是开不到地方 你带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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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啊 我们三方股东已经达成了共识 这是我们以九州厂名义 申请的订单贷款报告 您小子动作还真是够快的啊 这不是在跟时间赛跑吗 主要是怕订单跑了 好 这份报告我现在就可以批复 但是 你们的资金准备什么时候打进银行账户 张叔您看哪家银行方便 我们最晚明天上午打款 那好 我现在就给李航长打电话 明天上午 你们三家要把资金全部打入账户 好 等等啊 李航长啊 九州厂的项目款 明天会打入你们的银行账户 贷款报告我已经批复了 你们银行核定完之后 就按程序尽快拨款吧 好 那谢谢了 就这样吧 好了 贵阳啊 银行这边已经没问题了 你们尽快打款吧 行 张叔 那我尽快回去办款 嗯 大哥 佟厂长来了 佟厂长来了 那一定是带来了好消息 乔爷 我和老别今天已经挖到了 离地下仓库一尺的位置 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了 好 你们今天晚上如果拿到了图纸 就让老边马上回来通知我 然后等我的指令 乍回九州厂 我明白 来 我今天往你们公司的账上打了一亿 最快明天上午到账 你真的要把这些钱打到银行 当然了 你收到款后啊 马上汇入我们指定的账户 贵阳 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六亿多了 我当然知道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这样做会把九州厂彻底给毁了 九州厂上万名的职工和家属该怎么办 贵阳 我真的很害怕 我天天晚上失眠做噩梦 我快承受不住了 慈禧 你变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懦弱和担心啊 不是我变了 是我不敢面对九州厂上万名的职工和家属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是为了控股九州厂 让九州厂早日谈飞啊 你说谎 你错了那么多假订单 你是为了银行的钱 你是为了自己的私缘 不顾九州厂所有人的死活 包括你三叔姚远明 我说到你的痛出了对吗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贵阳 你可以尽情地放肆 但是我劝你三思而后心 有些钱 你是赚不得了 我再跟你说一次 你来是配合我做事的 我答应你的绝不失业 我可以选择退出吗 退出 你想毁了我的梦想呢 你懂游戏规则的呀 紫棋 你相信我 我有一票兄弟在九州厂投了钱 我这么做 是为了要拿回在九州厂失去的钱 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真的是为了要掌控九州厂的股份 等我拿到了银行的贷款 那些订单自动消失了 我吃掉你的股份 再重新整合九州厂 就这么简单 这有六根金条 拿去分给弟兄们 记住 一定要干掉乔代宝 这次抓捕非同小可 现在是收网的关键时刻 一点披露都不能冲 就是他 我们要快速接进关锋庙 根据情况 实时攻击 叫弟兄们给我顶住 我重重有赏 小刘 把账户商的款 全部打到九州厂区